嘿我是蜜大熊MatchBear 今天呢要來開的是 武裝裝咒惡斯坦 封面大家應該也都看到了 所以我就直接開始囉 那我們來拆箱它吧 這是一整盒 裡面呢有十個 那我們來拆吧 喔喔它這裡就可以拆了 好的 打開囉 裡面有十個 它呢有總共一二三四五 啊六個 六款 哇直接拆爆了 青菜 這個是誰呢 這個應該是黑骨鋼了 因為它有黑鋼的 它整個都黑鋼的 這個又是什麼呢 黑骨鋼 直接拆兩盒黑骨鋼 再來 這個又會是誰呢 黏住了 是白骨鋼嗎 不是耶是這一隻鋼彈 這一隻 鋼彈嗎 不好意思我對鋼彈也不是很熟 只是我特別喜歡鋼鋼的設計 這個 好空喔 裡面那是什麼東西 欸咻 那個 好像是小飛機 所以我們現在有 小飛機 鋼彈 然後兩隻黑骨鋼 還有一個 小飛機 哇 兩個小飛機 欸 我比較喜歡的是兩個 披風的說 最好是兩個骨鋼 白的 然後兩個黑色的骨鋼 然後再兩個披風 完美的 配率 這是誰 啊這是骨鋼 應該是吧 喔 對 腳是兩根的 骨鋼 白的 白骨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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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披風來了 披風 披風很重要 這一次的主角是披風 好想要多說披風 我覺得披風應該很好用 再來 披風 喔兩個披風 兩個披風 可以 再來 小兵機還沒出來 會不會開到小兵機 喔 真的一講到就是小兵機 然後呢 小兵機 我有兩個小兵機 欸 除以他 我看一下喔 我們全部都開完了 那配率是一個小飛機 然後一隻鋼彈 然後剩下的都是兩個 我是覺得 如果這個 一二三 都是兩個的話 就很完美了 其實小兵機只要一隻就夠了 給他兩隻 恩 蓋特亞 嘿嘿嘿嘿嘿 然後呢 等一下大雄打算呢 就各組一隻吧 手指破壞者 所以呢 等一下大概就是六個 這六個要組了 這六樣東西 沒有測 剩下這四盒呢 那我就暫時先搜起來啦 沒必要把自己的手指破壞殆盡嘛 是不是 OK 那我們就開始組吧 不過呢 這部分大雄就準備要跳過了 要把影片會變得超級龍場 補妝動作啊 它這個系列啊 很多那種軟膠零件 所以它軟膠零件呢 基本上剪了 你很難去切削它 所以大雄是建議你就是 一次呢就是把錢子呢 買力一點 這樣買力一點 然後 你後面要 剪下來 不用特別再去切削它 或比較方便一點 建議啦 要不然齁 你齁 留了一點湯口以後齁 你在切削齁 大概會崩潰 我無時無刻都在崩潰 哈囉 手爛到一個極限值的我 回來了 我整個戳到爛掉 我本來想說要做兩組起來 就是至少這隻可能要用 要做兩隻才行 這樣讓大家說 看到披風啊 組上去 跟沒有組上去的差別 可是 手機爛到不允許我這麼做了 所以呢現在呢 就是帶回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全部就是六個 六個 就是這六個呢 組起來的話呢 長什麼樣子的 這一組我覺得 很不錯啦 而且它的配率蠻優的 如果說 真的想買的話 我建議買核玩版 因為核玩的配率真的很棒 扭蛋呢 比較不推薦 因為扭蛋 我們發現說它的 黑骨鋼的配率很低 如果你真的要抽整套的話 應該要花上不少錢 因為你看買一盒 只有兩隻黑骨鋼白骨鋼 真的是 配率蠻優秀的 我覺得可以 而且這個披風 我覺得以後應該用在其他角色 也是蠻實用的 我覺得蠻不錯的 所以我是推薦買整組 不要扭 這真的不適合扭 真的超級不適合扭 因為大熊也是 這一組呢 剛出 因為扭蛋版會先到 然後呢 才會進這個核玩 所以那個時候大熊也是在路上 一直繞一直繞 一直尋 尋找他們有沒有得買 有沒有得轉 真的是 看上面都是 小獎很多 可是黑骨鋼跟白骨鋼的量 就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比較不推薦大家出去轉 對 然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呢 它披風是怎麼放 大熊有稍微研究了一下 就是 像這一塊 三角形的這一塊 它就只有 骨鋼呢 有這個替換零件 骨鋼的替換零件呢 就是在胸口這裡 把他這一塊呢 拔掉 拔一半 只有骨鋼上面有設計 這個半塊可以拔掉的這個設計 就這樣 把它蓋上去 蓋上去了以後呢 它後面這裡 有X這裡 是可以拆掉的 好難拆喔 太近了吧 我把整個半身都 拔開了 拆掉了以後 它後面就會有兩個洞 然後呢 這個兩個洞呢 就可以直接把這個 這一塊呢 直接就合上去了 比較難裝的呢 是這兩個部分 剩下的呢就是 分智障的設計 就是直接 把它給P上去而已 對 就是這樣 P上去以後 它就變裝完成了 我覺得這個披風 隨便裝就很帥 覺得很棒 超棒 超喜歡這個披風 我覺得披風可以多買 如果路上看到扭蛋 或者是說 蝦皮之類的 可以買得到的話真的很棒 你看這樣隨便這樣 裝一下那個霸氣感 砰 就比喲了 沒問題 嘿嘿嘿嘿 這個很棒 這個扭蛋基本上 如果在路上看到的話 比較貴的電 會是轉200 然後如果說 比較正常一點 不算佛 就是正常一點的價格 大概是一顆150 如果只以一顆150的呢 我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你看這麼小一個 就可以可動 它身上可動的關節蠻多的 就像這隻黑骨鋼 它也是可以這樣站 再搞成這樣 對啊 我覺得它150塊的價格 是還不錯 然後盒玩版呢 算一算 大概一盒可以到 120左右 120 130 一隻 原來一盒十隻嘛 對啊 配率這麼好的話 我覺得盒玩版真的很值得收 它原本呢是拿這一塊 然後下面這裡兩個呢 就做成一個下面這樣 超級不穩 不穩到爆 就是一方就要去倒 後來呢 我們的阿萱教我這個方法 就是呢 因為你買了的話 你一定不可能 就是 只有買一隻嘛 你就 其中這一塊呢 一隻的這一塊拔起來 直接就這樣 抓上去這裡 讓它呢 就是 就是 有一隻腳呢 是露在外面 這樣 有一隻腳露在外面 然後一隻腳插在裡面 這樣你就有一個圓 可以當地板 可以支撐 這樣呢 就可以穩到爆炸 很棒 沒有問題 然後呢 大雄發現呢 這個我原本呢 看起來很不喜歡的小飛機 它很適合拿來 坐上去呢 就會變個大炮 而且後面就會變成一個很帥的推進器 大炮加推進器 超帥的 原本超不喜歡這隻小飛機 結果它很棒 這樣裝起來很帥 而且我覺得應該有很多隻都可以用 因為 每一隻呢 好像後面這個背包的這裡拆開來 都是有這兩個東西 所以幾乎每一隻都可以裝這個小飛機 然後呢 小飛機下面呢 有兩把刀 這兩把刀呢 是可以拆下來給鋼彈拿的 整體上來說是蠻實用的一隻小飛機 我覺得蠻好的 然後 我的鋼彈的天線 這個瀏海 直接壓歪耶 直接被風整個吹爆耶 好醜喔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的那個骨鋼很值得買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注意到這一隻 你們看它這裡 它這骨頭上色這麼棒 這隻也一樣喔 它骨頭上色的很棒 而且這個啊 有它機體的標誌 也做得非常的好 它呢 上色一定沒有模型的好 可是 我覺得它以扭蛋來說 上色非常的精緻 非常的漂亮 而且 微縮的比例啊 特徵啊 幾乎都有做出來了 我覺得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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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